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还没有 但是在美国有大概20个州还有计法 那今天来讲 今天是初六 先跟大家恭喜 台春期过年期间 那我们还想说就是说 想说 不要讲太过严重的话剧 所以我开始跟徐八联络的时候 就想说 开始我们介绍一个 台湾的一个 这算舞台剧啦 那这个是在几年前 就是说中华民国他建国一百周年 那时候有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那时候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 代表台湾啊 代表这个中华文化的精神 这个造出来好 这文化形式显示出来 那我想今天是蛮适合可以播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出台湾自己制作的叫音乐剧 就是我们常在看那个歌剧魅影啊 猫啦 这样子 台湾都没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可以出来 那我们很高兴就找到这一个 那这个剧组在今年的三月在台湾 会再重新再演一次 那所以如果说刚好有朋友在台湾 我们很欢迎大家去听这个 那我们今天是说用这个来开个头 然后就是说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有些相关 就是说我想我们以后有机会 因为我们每次在演讲 大家就好多问题 我都已经这样子 那当然我是很乐意帮大家解答 但是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想说抓一个头皮啦 然后从这个里去发展 那这样子不会说每次讲的东西就有些重复啦 有些没追过这样子 那我后来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中医的武器 就是说木活土丁水是一个大的元素 就是说中国在医学啦 很多哲学上面都用这个来分 就是说用这个大元素的习惯啊 把你的身体的疾病一些 身体的表现跟自然的关系 都用这个来分类 那我们就一类一类的进去一下 就是说就让大家跟着我 就是说一路摸索来学中医的路 这样子来认识中医 我觉得会比较有趣 那当然就是说选择 选择那个题材来讲 当然不会告诉你说要下几分啊 要什么要抽要转几圈 这个太技术化 我们想说一些生活上可以保健 可以用到的品试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另外也是我在讲 就是说把中医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会用很多这个医的解剖 来讲这些中医的现象 所以在场如果有医学的人是有 因为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就常发生这种事情 那个生理学老师一直想 帮我提出去啦 就是说我学了中医之后 这个人在学生理学的时候 很多蜥蜴的模型他没办法 蜥蜴的模型对人体来讲 把人当作一个机器来解释 所以就是说 那些东西又可以把它换 坏掉又把它换掉这样子 但是在中医来讲 我们讲的是一个 跟大自然协调的关系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再解决一个 跟医学的问题来讲 可能中医的方法 会比较没有什么作用 好像不会说 干脆先把它杀起 再换一次吃的兴趣 这样子 再吸引上去 它蛮多疗暴 但是跟 吃起来就不是这么舒服 它的原因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 你把它顺一顺摸一摸 就过去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 这个音乐器的心讲开始 那这个部分是 这个是蒋味水的故事 蒋味水是 有人说是台湾的这个 民主国父 这样子 他事实上 他跟 国父孙中山间的 他是有一段 蛮大的讲迹 他在台湾的 就说孙中山那时候 在抗命的时候 要退翻满清 事实上 跟台湾的 就是讲过 这些人的支持 那所以就是说 但这些人 他们的精神 然后他们的 兴趣就互相感动 这样子 那会提这一个人是这样子 他也算是台湾的医学界的奇葩 他算是最早起来到医学院的毕业学生 那时候是帝国大学 那这个 这位先生他是 他到十六十七岁才开始念学 这样子 他之前 以前要叫汉俄 就是读的是汉学 当然是日本公司的时代 那一直到十六七岁才进到这个 叫日本在伊兰中 成名的养工学校 念小学 他两年把他读完这样子 读完之后他就考进台大医学院了 但是 当时台大的前生 就是说总督识的医学院 都属于帝国大学的部分这样子 那他的一生是充满了传奇 他就说出来当过医生 搞过革命 然后开酒楼 然后这个 后来当然他是一年早逝 那一直到 我们这边等下会看到一个是他的 他的小老婆这样子 就是这一段是要讲的 一直在 在他过世之后 人家就说他应该改嫁了 因为这个人在 其实在日据时代就过世了 这样子 他说人生的年纪这么漂亮 好 他这个讲卫学 40岁的时候就这样子 那他说他应该改嫁 结果他没有 他就说除非你可以 介绍一个比奖卫生 更伟大 很多新北的人 会对我的一家 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住在那个 善导次 我坐在旁边那个地方 一直到他过世 好 就是说大概十几年前 这样子 那 把他带上来是这样子 我今天想要开始的这个 我刚才提到用五行的方向来探讨 就是说中医来学医学 这个季节是冬天 在五行上面算是水 就是水 水这个元素这样子 那水它跟肾脏 跟听力 跟你的骨头都有关系 我想今天就够在这几个骨头 那当然我先测试大家的听力好不好 好 然后顺便教大家怎么欣赏一些音乐剧 一个音乐剧它是这样 它没出音乐剧 你进去听 一定是新的歌 这样子 而且你就只会听那么一次 这样子 它不会是熟悉的老歌 他说来讲 或者那就叫音乐品唱会 这样子 所以这个音乐剧的创作来讲 比一般的 写的歌曲困难很多 这样子 它必须让你一听就懂 马上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背景 然后他把 比如说布景做不出来的 后面要交代这些情节 他用音乐交代给你这样子 所以这场每个人听到的都是一首新歌 而且要马上进入故事 所以它的几个要件就是说 它的歌词 尤其是中文的创作 它特别的困难 因为在英文下面它没有音律 就是说你英文它没有像中文讲 四声加一个轻声 那台语的话还有八个声这样子 所以它必须把那个音律 就是说你讲话的这个阴阳赏去 这个带到音乐里面去 它讲你才听得懂 这样子 否则的话 那个音乐如果跟你讲话的那个语调 不一样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它讲什么这样子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 在台语歌曲的创作 还有像广东话的创作 它比较简单一点点 因为它的声量比较多 比如说台语有八个通 广东话有七个通 那一般的国语就是说 这个标准的汉语的话 大概就是有四个通 下一个轻声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听的就是说 它有没有办法 如果在场 懂台语的先举手一下 我们看看 懂台语的先举手一下 懂台语的先举手一下 那还不错 说台语是很都可以通 那这个来讲 那如果不懂的话 我们想办法 你找到一字幕的版本 这样子 所以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你现在讲什么 这样子 那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的情境 就是说我们讲的 它要很快的把那个 唱语歌曲的带字版给你翻到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它日本是在日本背景 它就用日本的作曲的方法 那如果它用唱语的方法的话 它有台语的这个 就是说有歌仔细 各种小调 它一下子可以带到 在不同的城市 都在旁边那边臭鼓劲 这样子 那这一出音乐剧 大概是 我觉得台湾最佳的组合 那个男主角就是演出 那个蒋卫水先生这位是 殷正阳 他是 是我们成功高中的学长 他的声音非常漂亮 那大家听听看 就说 我原本不知道 他会讲台语这么厉害 这样子 这样子 他会讲台语这么厉害 这样子 他会讲台语这么厉害 他会讲台语这么厉害 这样子 这个我们稍微跳过一下 特别有点长 这段是说 这个蒋卫水先生他先开了一个酒楼 叫做春风隔一楼 在大稻城这个地方 那那个 当然他就认识很多 他自己儿子讲说 他爸爸 这个当然是很久和他们讨问他 他就说 这个爸爸 老的就是要喝 不然自己开一间自己来 自己开一下酒楼 就开一下医院旁边 这样子 那个叫大安医院 这样子 那 那这个当然是附近酒楼的女生 以前的 就是说日本义记来讲 他是 就是说他不卖生他是卖义的 就是说 就这样 以前的青楼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些女子是唱歌啦 吟詩作对给人家听 这样子 那 那这个是后来变成他的 他的小老婆 这个陈田女士 这样子 那这一段是在演他们怎么相识 那 开始他们是被一些 喝酒里酒的一些客人调戏到 那我们这里跳过去 这样子 那后来这个 蒋渭水跟他朋友 跳出来 帮助他们 这个我们跳过一下 结成一段时间 来 OK 这刚才想过得有扣老板 这个是扣老板 这个是扣老板 很辛苦 我来说扣家的老板 没有啦 这个老板 我一早在习惠而已 我一早在习惠而已 那是扣老板 我一早在习惠而已 我一早在习惠而已 那是扣老板 来来来 我一早送老板 那是扣老板 来来来 来来 来來 是 是 來來來來 是講位置 是 在講位置 在講位置 水就知道 開始唱歌就知道 音正陽 音正陽 音正陽演的 那旁邊那個是 音正陽演的 音正陽演的 對 音正陽演的 很訝異喔 他不會講台語 他把這些出戲 點燈這樣 是公開的 等一下就好了 對 所以我說這個 一時之選 接著 一時之中 沒有 一時之下 先退 先退 一時之中 兩時之中 응 兩時之下 都不要 聽起來 因為 沒有 一月亮明彩 拍 imagem 拍照 它既然老 dánd espectacular 更快 淘汰 就 wiivolt público 展示 宜贤 海強 你借私人的美貴照 心花你 有你雅宗為何 哪個雞言八道 雞言笑死 有孤單 有孤的美 你自己是不長期的 我你的心 你不信啊 不可信你 今天是 今天是要等待 今天 我今天是要等待 兩周 放給你們一塊 我現在你先過來 先過來啊 我正在一起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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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厚 太厚 那怎样你的名字 我现在 这名字是在这里 你再给我按住 名字是在这里 啊 这个名字是真好爱 好 我未来也前提 我将只能给你 我以后的手机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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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心想 一天 心心 一天 心心 一天 心心 你 follows 幸到处理 我们只换海蜡 喝 nay 都好 скаж她 什么 如果我先变成这样 但是再 read 就没有存在 有没有 却平均そう 差不多 老公 没原因 我自己講話 我自己講話 你怎麼這樣 謝謝小姐 那一個面前就像小姐一樣 那一個面前就像小姐一樣 那很多人都也是這樣 那一個人都這樣 那一個字可以過就好 很期待的時間 風風飄飄 最新夢想 現在一個字是老什麼意思 那我看 現在那個年輕人 有個沒回來啊 什麼想法 什麼勇敢的 勇敢的搞出來 我跟你們都是一樣 人家就這樣 你自己在心情都跟你們想法 在後面是 你自己在心情都跟著 我跟你們 我真的想要過錢 你們說 我心想要過白天 好不好你跟我講好不好 我真的想要怎樣 找靈電 後來找靈電 想什麼 想要去世界上 我心想說我 就這樣過程啊你 就這樣過程啊 過程啊 好 過程 好聽 好聽 他怎麼會唱歌呢 這是音樂劇啦 音樂劇就是說他盡可能 配音的 沒有沒有就是現場唱的 所以很不容易 好就是說那個殷貞陽仙他家是 我們台灣說外星人 他可以把台語練到你聽不出來 他是這個外産的第二代的男代 這樣子 所以很了不起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剛才把那個對話 四個人的對話串成音樂 然後做和聲出來 這個是蠻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每一個人他要講的 聽得清清楚楚 但是他都照那個聲韻清楚的 所以這是真的不簡單的 請問一下另外那位男士長 他是一個道彭先生 他是一個他的日本的朋友 因為蔣衛水後來到過日本去 他介教很多日本的朋友 我說真的 他是什麼 本人 我說那個演員 其實當然都是演員 他是演這個一百年前的劇士 可是我說他的名字是什麼 因為殷正陽另外的 另外一個叫 他唱的也很好 江什麼瑞 忘記了 對 他是這個劇圖裡面 本來的永遠的第一男主角 但是這個為了他們就是說 殷正陽他在台灣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歌手 那他唱的也都是比較 比較就是說愛國 然後就是說很端正社會風氣的歌 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在台灣要找到一個 這麼漂亮的南高音 聲音很漂亮的南高音 然後又有一個比較正派的形象 真的不容易這樣子 所以他們這個劇組 好不容易把它請得出來這樣子 練很久 當然就是把這個角色詮釋得非常好 那這一段就是說 開始就是說 蔣惠水他算少年得益 這樣子 從宜蘭亮出來一個矛頭小子 結果念到台大學 他第一名考進去這樣子 然後畢業開一個大安醫院 就在全台北最繁華 就是大稻埕那個時候 這樣開一個大安醫院 就現在那個義美的公司附近這樣子 然後後來又愛喝酒 愛結交朋友 自己又開酒樓 他就覺得說 已經沒有事情可以做 每天那邊泡在酒堆裡面 然後跟一些很漂亮的女生在一起 他就覺得他很失智 他在前面有交代這一段 就是說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然後再來是 有些版權的問題 我們不應該全部把它放出來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他一直到就是說 遇到這個 這是隔壁酒樓的小姐這樣子 就是說 阿丁這個是一個內將 他是 這是端菜的他服務生 他其實不是異旦 像這個就是異旦 就是說 這個是多才主義 這樣子 他們就 在這樣偶然的機會 一見鍾情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 他就說 那朋友說說 如果有想法 就要大聲勇敢去做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說 剛好阿德的愛情故事跟他自己的 他就開始立志開始要救台灣 所以蔣衛水他做過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是寫叫做臺灣臨床講義 他自己後來辦了報紙 那臺灣臨床講義就是說 他覺得當醫生把人醫好之後 但是人心沒有救好 大家還是很喪失 就像他那個時候一樣這樣子 那後來他當然是為了 對這個女生 他教他 把他教到會圖書寫字 然後後來再變成他報社的編輯這樣子 然後在這段過程中 他覺得說這個比救人還有意思 就是說還可以把文化這個傳播出來 讓大家有意思在保護自己這樣子 對 所以他做了幾件比較重要的是 第一個是他辦了臺灣民報 然後又創立這個臺灣文化協會 這個在臺灣的民主化過程是一大創舉 當初臺灣人從這種武裝起義去反對日本人 然後到最後就是說沒辦法死傷太慘重了 那後來就是說 我們發現就是說 我們可以要求我們自己的這個民主權 那所以就是說跟林憲堂 所以這些人都是玩在一起的 他們有這個臺灣議會自治議會聯盟 他就想臺灣人自己可以主持一個 我們的民意機關出來 然後去跟日本政府要求我們自己的民主權 這樣子 那所以我下一段要播的 就是說他做的最有意義的幾件事情 這個這些在YouTube可以找得到 所以就是說大概我想大家順便做廣告 大概我想這個劇組不會太討厭 對楊宗恒 其實我們的朋友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所以他從開始 他是一個道具的方法 英雄出少年這樣一段一段 這個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 YouTube可以 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回來找來聽 當然就是說 我們是鼓勵 遊回臺灣的人可以去買他的票來看 這樣你就會看到整個劇 其實是滿不錯的 叫什麼那個 叫衛水春風 這個衛水春風 那 對 衛水春風 衛水 那個淨衛分明的衛 那個衛水 以前黃河他有兩個大的水 就是說流進去黃河 那淨河是很髒的 黃色的水 那衛水是乾淨的水 這樣子 所以我們叫淨衛分明 他流到那個大河裡面 你可以知道這個水從衛水來 還是從淨水清來 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他的父親當然滿感念品 他把他取的這個名字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們來看這個 比較有趣的這一段 這個是他們這個 叫做音樂時代這個劇法 他們自己選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裡面有這個叫臨床講義 就是說 他把臺灣當作一個病人來診斷 寫診斷書 然後把他的什麼病寫出來 就像我們以前的西醫 其實以前中醫 你看他他診斷法 也跟中醫很像 賀杯 他是浩脈 看他的樣子 然後把他的出生 這些遺傳史 那事實上 這個 就是郭董 因為我讀書 其實就是 就像這些資料 對 我本來的計畫 是說 花一次的演講的時間 整個來介紹這套局 但是我想說 這個可能 跟大家對我的期盼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帶一點 然後我們再回來講一些些醫學 然後剛好這個都是水的問題 這樣子 這個是他寫給臺灣人的臨床講義 就是說 這個 他整段 但是他這是日文 他發表愛 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等一下的那個是 他已經把轉成歌曲的寫了 所以應該大家可以聽得懂 他也講日文 他那時候受的是日本教育 就是說他15歲之前 當然學的是漢學 中文的 他爸爸教他 但是你 那時候你要去念日本總督府學校 你一定要用日文 兩字好 這個沒有辦法 這是台灣人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這一段 他稍微長一點點 然後我們把這個 台灣獎益 這個 跟 他的 文化協會 他的創作 這個 他後來就成立一個叫台灣文協 把台灣的知識分裏 解決自然 就是說 教大家說 我們應該換個方法 跟日本人要為我們的證本 這樣子 然後 所以這個 這個是 這個劇集他們最喜歡的 一個片段 他把三段整在一起 這樣子 那 那 包括台灣人的 紳士由來 他都解釋得很清楚 那我們要怎麼治處 這樣子 我是覺得是 蠻勵志的一段片子 然後臨床兩義 在現在的社會來講 其實我們大概還是 神奇癢的病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看 那時候那是怎麼鼓勵 社會上的這個 謝謝 謝謝 好 我想要問 老闆 什麼 台法 那 這個 我們是台灣法名 你可以 你是在騎党喔 因為他的爸爸是黨籍做廟棱的 所以他小時候也是在幫人家去黨的樣子 很有趣 阿宅 來來來 一人在這裡 教育啊 我心中有什麼事情喔 來 來 待會兒 待會兒多了 我小時候叫保仔 老闆啊 我人就沒看白了 好啦阿宅 你現在就好啦 你現在是代表在台灣 台灣哪裡 第一會 他接到現象期是27歲 沒有啦老闆我小孩 我三十歲 前何時你就是 前何時你就是了 台灣就沒來到日本國 現在就是27年 喔 關鍵 中華民國 好 台湾 現出所 一本帝國 台湾總統府 這件 世界貿易 第一關的修圍 一團 民憲修 雲雷秋風 空主 邊主 天天會在湯 我好 我好 做一 台湾總統府 四十年 我好 喂 在湯 東西 這 misery 好像坐在一起 西安 天天 仲 雲 陳 謝謝 在湯 對 西安 穿著後 身體漸漸水漁品 如來有心意 在義援這尊不敵 尚祖宗佛以本帝國來統治 一定是萬聖堂俗 兩百萬人 哇 太醜了 做一份送 人心照理 鼓勇翁 心心臨機 啊 你講這個阿嬤 無情求大家 只共甘前修理 阿嬤 歐國的生日 西山是流程團練居 疏忌萬修 義氣小姐 腦無尖騎 在前面中 頭痛五斤 百來咬下 頭要到水大 內容康徒 怎麼會這樣阿 我沒有努沖心 世界大勢 改不大 枫荊棠凍行 diferença 這裡文華已經像不感情了 瞭一嘛 你收你們了 這久華在妳說換一個 我在前面中跳了 它用完鞋瞭換 Damen水 透過 吳透 新編長的 BUT THAT Bstars recreational 小穹 和 激 白 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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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hor 失贊 這是不是我們現在的通病 他不順端來錄中醫 這個對所以這個蠻有趣的 在聽的過程中你可以欣賞到 這個台灣的一些音樂 他就把它串進去 然後你可以聽得到 他每個字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就是說 音樂就跟著他講話 就像他在講話一樣 所以你不用太去想 其實直接聽音樂 也知道他在講什麼 用一種台語的話 這個就是這個創作者 很厲害的地方 他從這個一百多年前的一篇簡報 寫出這樣的東西來 所以很不容易 那接下來是這個 他就把這個又串在一起了 就是說把它成立台灣文化協會 讓台灣人找到自己這樣子 誰是台灣人 這個是現在很困惑的 就是說我們先撇開政治不講 到底為什麼我們出來台灣 不能講我們是台灣人 這個其實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們那個時候也是有一樣的增長 被日本統治 然後事實上清朝也是外族 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你是漢人的話 為什麼清朝統治就是比較正確 日本統治就是比較正確 那何況就是說台灣事實上是經過荷蘭 西班牙各個這個民族都統治過台灣 那我們是不是荷蘭人 我們是不是西班牙人 所以就是說他這個 他就是說台灣就是我們的名字 你若是從台灣出來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就這樣 你就是台灣人 就是這樣子 就不要去管什麼國族啦 你的血統啦 這樣子 其實大部分台灣人都是混血兒啦 就說也不知道被跟血混來混去這樣子 所以他們用這個方法來解決 就是說用文化的方法 就不要說用民粹啦這樣子 大家去了解自己的過去 自己的歷史 你自己要當成人 自己決定這樣子 那你要把自己的文化看得出來 這樣子 所以如果有一些 有政治的問題 這個我們想就先擱置在一邊 大家來欣賞音樂這樣也好 這樣子 他把兩個串在一起 把台灣文學跟他的這個 後來這個什麼 創概的兩位串在一起 我們就不敢亂 我們台灣人 也就要有自己的聲音 我們就要來扮佛爪 這份佛爪 就叫做台灣民佈 是我們台灣人的男友好啊 我們要用文化的交流的力量 讓國人比較多的台灣人更親 要用十項的社會交流 提升我們台灣人的文化地形 對啦 醫療的文化 叫醫療的民眾 醫療的文化 公了 公了 派大UE 有什麼意思 香港人的社會 哪 哪 全新的一路人管 南向的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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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心中海岸 逃给向民传来 全国总统我早在 同来台湾尊心在 南向的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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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意外 郎 南向的郎 南向你 range 南向的郎 綿亂綾 olur暈的沙片 台湾港出印才北 綿亂綱递的新潮 将上到当中抗衡人opard��的霍克 你給我看就 Max 對 不是啊 你要不記得我們在那裡好好的時候 讓你有夠過 還是一你未能確定 就要用劍的方法來寫 這就跟順床的劍的一樣啊 哎呀 阿妹隊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嗎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嗎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嗎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 可能 神會殺死了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 抬頭 青青 風吹舞 大大閃亮 青銀廟 那一塊電台師 阿妹隊 來 孩子 想說我要看電台師 能夠合的 那一塊電台師 能夠合的 電台師 能夠合的 五金龍是黑色 紅色的一種 我能分組一分的一分的一分 所以體重在一分的一分的一分 我張文化一種店 做出西點 quantities 依然歐บ submissions 到一吳 有層人 做出西點 一塊電台師 搬進去 �級別人 被onna Odd Clai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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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說 民國四年 五年 那個袁世凱又取得政權 像這個革命是 真的是沒有成功啦 事實上還是清朝的那一堆 有權有勢的人在掌握什麼政治 那時候梁威水還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 他跟杜聰眠 都是以前台大醫學院長 幾個小孩子就決定去暗殺袁世凱這樣子 所以這個人很精彩 前面他的故事也有交代過 他說 他們要怎麼樣去暗殺他呢 他帶那個 那時候研究到最嚴重的細菌 Corella 那個 瘧疾 霍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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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細菌 對 霍爾蘭 那那個 他們要把他放到那個 袁世凱喝的那一口菌裡面去這樣子 所以幾個學生湊錢這樣子 送了人進去北京就是 後來是失敗 被發現到這樣子 那只是說 提一下這個人是 曾經是熱血青年 那也被日本人關過很多次 其實他的一生跟台灣的 大概近代史很有關係 他有一個什麼 警戒事件 他是說 他一群這個台灣發生的 也是坐過黑牢的這樣子 那後來這個人是 是時代上海上面這樣子 那可能跟他那時候的 牢育生涯有些關係這樣子 對 好 這個 那為什麼要秀正面棋子 這個是真的台灣民眾黨的棋子 就是說蔣衛水先生他在過世的時候 事實上日本是對台灣民眾的這個民主運動 還是用鎮壓的方法 就是說當然那時候議會也是做得如火如土 也是快要成功的階段 但是這個是他當時台灣民眾黨的棋子 就跟中華民眾的國籍有點像這樣子 就三個行星這樣 但是他對社會的三個要求 他幫你情形更像 所以當他出兵的時候 就是說因為他們日本人很怕台灣人聚會 就是說他說這麼多人來送告別式的時候 哇 可能會變成一個很大的革命事件 那因為他的地方又是在台北最繁華的地方 所以他是禁止他去做這個大型告別式 但是那大家就是說那我們自發性的送帳這樣子 就是說大家他在送他棺木去火花的地方 就一個一個加入 結果變成台灣最大的一個街頭遊行運動這樣子 就是說成天上百人上去 那這個當初就是說他們也不希望因為這樣子 民眾黨被日本攻擊 所以他們其實還請了攝影師全程錄影 就是說那個以前是那個那個film這樣子 全程錄影 所以有一卷這樣的膠卷在裡面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中南部的朋友不用上來送他 我們到時候把這個片子拿下去全倒放 就是說大家對這件事情有個慰藉 因為大家那時候也是覺得 蔣衛錘是被日本弄死掉的這樣子 那當然是 那時候幾歲 40歲 對 很年輕這樣子 就是說正在這個最奔放的年 就這樣子過世 對 那時候當然台灣人很不平 這樣子 那這卷代子事實上有被找到這樣子 就是說很不容易 這個事實上當初如果用力的放的話 真的台灣人就退翻掉日本了這樣子 那那個為什麼沒有拿出來放呢 這個人又是國務的好朋友 因為國民黨政府到了台灣之後 找到這片子 他把這個東西換成清天白日的棋子 那他的家屬當然很不滿 就是說你這個篡改歷史這樣子 那為了這個事情跟當初的蔣介石政權 就是說也是鬥得滿厲害的 所以這個人的故事一直被壓住 都沒有我們知道 所以我想在座的知道蔣衛水 如果你真的去找是找得到資料 但是一般你不會從媒體啦 或說這種教科書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人的精神 他對台灣的貢獻 幫台灣的第一個大聲的喊出台灣 自己應該有的定位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說 所以現在不錯 現在在台灣的50塊錢硬幣 10塊錢硬幣 有一些是打他的頭的這樣子 我們把伯父放掉 或者蔣衛水先生這樣子 所以這個台灣也是很進步的 開始把他的這個公公委員講出來 主要是我們希望他的精神可以鼓勵 然後就是說在這個島上一起上過過的可能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看到自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我的專業 我們的醫學的主題在這邊 這樣子 因為師傅說剛好講到水這樣子 然後切到水 這個是我們終於在講五行啦 那我們今天focus在這個水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相關的東西一起談一談 聊一聊 以後有機會我會再一個一個介紹過來 這樣子 那這個再一個大的overview 這個應該沒有寫錯了 對 那個 這場有總醫師說寫錯講錯 歡迎提出來糾正 我們可以討論沒有問題 這樣子 所以總醫很有趣 這個為什麼會講五行 這個是在今年累月的觀察之下 他發現這些相生相克的東西 他把所有世界上看得到的萬事萬物 就是歸於這個五行的演化跟組合這樣子 所以這個五行它有它的順序 那我們現在寫的順序是相生相克的關係 木生火 你把木材點燒熱生火 火燒完之後剩下土 土堆久變成金 那在金屬上面很容易condense那個水 就是說以前如果說吹奶粉 這當然是以前的觀念來講 當然你們現在知道 你把一塊鐵放在酒 也不會有水跑出來 這樣子 但是在以前的觀念就是說 這個金屬的東西 如果是吹的空氣有潮 水會從那個旁邊潮出來 這樣子 所以金生水是這樣子的 然後水在生木 它又是這樣的循環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在中醫的最基本的觀念 我們就是要講這個 就是說你要了解大自然的循環 這樣子 有時候火太旺 是土的問題 這樣子 另外它還有一個是香克的關係 它隔兩個之後就香克 紅色的是香生 然後木克土 這個 這個 我這樣 畫綠色的線 這是香克的關係 土 火克金 土克水 金克木 這樣子 這個 以前我們學當時說 你用金那個斧頭去砍木頭 那木頭 就可以定到木 木頭沒擦到木樁 那水來土焉嘛 這樣子 那那個水克火 燒起來的話 你用水給把它灌掉這樣子 也是從大自然觀察到的現象 然後再慢慢它就 就跟身體的這個五臟 這個關係它也把它找出來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嗯 我們再寫幾個 就是說它把身體的五臟 就這個 對上去 就是火之心啊 肝土木啦 皮是這個 小化器官 在中醫的皮式上 講的不是皮障 是講的是小化 這樣子 那 肺 筋 肺 這個是玄水的這樣子 然後腺是排水 身體用的東西 那把五個顏色 青是那個綠色啦 藍色 應該是綠色 然後紅色 黃色 白色 黑色 也是把它對上去 這樣子 然後他們演化出來的東西 像 常常會筋骨痠痛 這個是肝的問題 脈的話 是心脈 就是說 你的心臟不好 那個脈的表現就不好 土 這個是皮嘛 吃的不好 你肉長的軟氣巴掌 這樣子 然後 肺是皮膚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 一般 皮膚啦 跟肺病其實很相關 這樣子 在我這樣 以前創作很多過敏的小孩子 開始的脈 你如果用內褲子 一直壓 壓到裡面去 它就會變成七喘 它跑到肺裡面去 因為它就是這個肌肉系統 很弱 這樣子 水跟骨頭有些些關係 我們這個 我們等一下會放大來講 這樣子 對 然後 這個是可能大家也聽過 要乾矚目啦 你乾不好的話 眼睛就看得不太好 這樣子 心的話 心是那個抑制的表達 所以 中醫師用的是舌頭 這樣子 你講話那個功能 是 所以它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五官 它舌頭是一個五官 這樣子 很麻煩的 這樣子 口是吃東西進去的 那沒問題 跟笑話對得上 鼻子是吸孔氣 可以進到肺筋 耳朵跟腎臟的關係 我們今天來討論 為什麼耳朵跟腎臟 來 可能他們有心機 知道五臟還有六腑 六腑 你可以把六腑 肝膽 這個 我們把它寫在旁邊 這個肝膽 因為他們常常聽到五臟 對 肝膽相照 然後 心的話比較特別 它跟那個三交這些的 心包 對 心包經 心包經講的是 我們心的nurturing system 真的心這樣這一塊 但是 中國講的心事上 講的是 就是說你的思想的意志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 心包才是 我們真的看到的 看到心臟的脹性 皮的話是 其實是胃啦 小腸 皮 胃的問題 這樣子 皮胃 那肺跟大腸相標理 這裡有心包跟小腸 對 對 謝謝 心的 心的比較特別 就是說心事上 很多地方還分兩個來討論 這個是 因為 有六腑 對不進去 五個要怎麼塞進去 總有一個要塞兩個 對 然後 那個腎的話 跟膀胱 這個是出水的地方 這樣子 這個 學會的話 大概 第一個學期的醫學的中醫的學會不用付了 就這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 對 然後就又分陰陽嘛 就是說 往外出去的是一樣 受進來的是陰 這樣子 所以在這裡面也是這樣分 那那個 我想大概這樣 喔 還有一個情志 就是說 你的情緒 這個我們想 這個階段 我們來講說 你這個發聲怎麼帶來不及 但是情緒可以控制 怒 怒 恕 恕 喜 好 歡樂的時候 他會進到心境 思 想很多 憂慮很多 小話就不怕 悲 傷心的時候 你看那個哭的時候 都是神啊 然後這樣子 好 這是恐懼 害怕 好 這是情志 就是說 也是串進去 那事實上還有五味啊 很複雜 他都可以對得進去 這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才能走得完 但是我們先大概介紹一下 然後今天就回到這個 水的部分 所以 我們第一個來談談 那個水跟耳朵跟聽力的關係 這個當然對上去 就是說 這些器官的功能 大概知道 這樣子 這個是聽力 我們在聽的時候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個西方檢控學的課本 大概每個醫學院的學生都要念 就是 就是 怎麼這麼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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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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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這個 這 這 這個 這是耳朵,耳朵的結構是這樣子 它有分外耳、中耳、內耳三個部分 其實光成耳朵這個器官,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終於這樣講 大的耳朵類似 耳朵很長,外耳 耳朵我們把聲音送進去之後,第一個遇到是耳膜 耳朵之後它有三塊瓶,聽小鼓 我們要有一個好的聽力,它有很多條件 第一個你耳朵,這個外耳的地方 這個是空氣傳導,它這個空氣的正波衝進去 所以你耳朵塞滿的當然聽不到 這個你當然很容易理解 第一階段叫做空氣傳導 一直到這個空氣,撞到這個耳膜上面 耳膜了之後,它就不是空氣傳導,它把它擋下來了 這個地方我們叫骨性傳導 有三塊聽小鼓 這樣子,所以你如果骨頭發育得不好的話 從小就會失蟲,就聽不到 這樣子,那中醫怎麼找到這個關係,我們不知道 這樣子,但是說 光耳朵一個器官,你可以把這個東西串起來 這樣子,很有趣 那中耳的話,它有一個耳煙管 它往下連到我們的鼻腔裡面去 所以當很多人像說做飛機 如果說這個塞得比較緊 或像說在過敏的季節 這個黏膜在腫的時候 它這個管就會被塞住 那小孩子如果躺著喝牛奶 那個牛奶會跑到這個中耳來 就會造成中耳煙這樣子 那所以當然你要盡量避免這樣的現象 那個就是中耳,中耳就是骨性傳導 所以骨頭的關係在這裡 內耳的話,是跟它水的關係在這邊 我們怎麼會有聽,怎麼會聽到呢 就是說,我們的身體很有趣 就是說,在內耳的部分 欸,來這裡幫我找那個 那一盒這個,可以看 這個是我的學生 那個內耳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分兩個大部分 一個是耳刮,像蝸牛一樣的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叫三半規管 三半規管就是 我們在頭在轉動的時候 欸,它這個地方 會感覺到 你頭是這樣在甩 還是正面的在甩 還是側面的甩 三個方向,這樣子 這個,像我們玩那個Wii 那個3D的Ctrl 現在的手機也都可以了 你轉圈轉圈 它知道自己在哪裡 這樣我們的耳朵裡面有這個 然後我們有兩組 左邊有一個隔音子,這樣子 這個三半規管管的是平衡 耳刮的部分管的就是聽力了,這樣子 這樣 那這是把年紀大會合 欸,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然後,對 那個我們看 欸,這裡有了,看 就這樣 就比我畫得好看重 謝謝主持人 對,好 這個外耳 那耳膜三塊金小鼓在這裡 那這個是很小很小的管子 填到我們的那個鼻槍裡面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耳膜在接受到這個空氣震盪之後 它會震動 然後帶著這個Q頭的動 然後傳進去,這樣子 傳進去之後,進到內耳 內耳又是一個另外一個隔絕的系統 它一個叫軟圓瘡 進去之後,它會透過這些管子 在傳這個震動冷波 這是我們現在訓練醫學生 一定要看到耳膜的樣子 平常我們拿一個鏡子在那邊看 這個半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點點的那個 那個P小鼓的一個這個樣子 P小鼓在這裡面,在這邊 我們在看了之後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有時候那個醫生說 欸,你內耳積水啦 是不是內耳積水 是中耳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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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們把那個 金層金真的接到的地方 把它挖出來的話 是這樣子 那個軟圓床就是 拼腳步最後一塊 送進去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之後它就是 這個是耳光的部分 我們看著就是說 我們的聽力在這邊處理 那這個是三半規管 3D的 3D的 那你把它拖開來 裡面是一個 支的管道而已 它是空的 它不是一個死心的東西 那如果這個是另外一個 從另外一面 你把那個水 你把那個水 從裡面倒出來 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跟水有關係呢 這個管道裡面 其實流的就是水 沒有水的話 我們耳朵聽不到的 因為它這個 這邊外面是空氣震動 進去變骨頭在垂 就是一塊的垂骨在一分 把這個震動的訊號 壓到這個窗口 它開始水溯 所以它到裡面 就變得一個 就像我們看到那個海浪那種一樣 那海浪一般它是往這邊走 這個有一個 像那個蝸牛的形狀 所以我們叫耳蝸 在這裡面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這樣繞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 音響的品牌 叫做鸚鵡螺 你會看到很多自然界 很多的生物 它都喜歡這樣子繞圈圈 那它有一個什麼黃金比例 都是這樣子出來 就是說 它可以讓這個鍋這樣子進去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它那個頻率不同的地方 它在某些地方會產生鑄波這樣子 鑄波就是說 這個浪這樣子過去 它是一次 但是它碰到後面牆壁它反彈 所以一樣的能量它會再彈回來 那這樣彈來前後左右這樣子撞的時候 它有些地方浪會比較大 像我們的那個海東港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那個 因為選址不對 就是說它沒有去做潮流的海流的分析 十大建設一個台中港 蓋完之後 結果台中沒有變成台灣的最大的港口 還是高雄港 為什麼這樣子 我們花很多錢去蓋了港口 它就是沒有去做那個海流的分析 結果蓋完之後 港口裡面的那個波浪產生鑄波 它晃得比外面還要大 所以那個蓋完之後 傳卸完後要趕快跑出去 因為根本不能用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不懂醫學不懂文化的結果 沒念書 然後就是說我要蓋就蓋 這個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有個Takoma大橋 以前是一個吊橋 這個在學物理的人 大概什麼 上面是 那三個骨頭是不是很硬 還是軟骨 還是什麼 小小的 對 它沒有產生鑄波 它只是把那個震動傳進去 就像我這樣講 那病隨便開始咬這樣子 它只是一個傳遞的工具而已 對 它沒有彈性 就是彈性不是這麼大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有這幾個隔絕 就是說你聲音聽得很大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把這個 裡面的細胞燒掉 這樣子 所以它透過這個能量的轉換 它一層一層 多餘的能量可以就一消掉 這樣子 所以當你這個中二壓力很大 就你聽起來 那感覺會不一樣 對 這個耳膜會骨骨的嗎 是不是塞住 或者說你真的這個 有積水到這裡了 它能夠傳導不是有限 這樣講 我問一個問題是 我都證明是失 對 聽不到 所以我去找那個 我都跟醫生 他給我在這邊定了一個釘子 對 因為他說利用我的骨頭的震動 對 那我的骨頭的震動 是不是可以震動 裡面就散了 它震動在比較外面的地方 對 其實是沒錯 就是說 在我們的定義上面 它本來就分空氣傳導 跟我們叫骨性傳導 所以這個很不錯 就是說剛好有人有這個 切身的經驗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發生什麼事 它這個空間 這些都是骨頭 看得到就是這些 它至少有三塊骨頭 就是說分三個區域 所以它只要把震動 可以搖到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聽得到 這樣子 所以一般我們在臨床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 叫做土性傳導跟空氣傳導 我們弄一個音叉 敲一下 然後這邊耳朵嗚嗚一聲 這邊嗚嗚一聲 然後再放到頭的中間 然後醫生會問你說 左邊大聲右邊大聲 這樣子 因為放到頭的時候 其實沒有空氣的傳導 但是你有那個震動 它會透過骨頭傳進去 這樣子 那如果一邊大一邊小聲 我們知道這個傳導 有些地方有問題 所以簡單問題 你兒子子在這裡 他就在震動會外面擠到 他幫忙咬去那邊會比較大聲 所以不見得你那個 就是說震動的時候 跟你聽的時候 那個大小聲會不一樣 這樣子 就是說了解一下原理 如果下次那個醫生 再幫你做這樣測試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要找什麼東西 也沒有幫助 然後再來是最常見的問題 在這個地方在耳瓜 為什麼跟水有關係 我們看到這個藍色的部分 它都是充滿水分的 它裝的我們叫做 Andolem 這個字 它這個一個set 一個儲水槽在這邊 它這個水供應給三半錐管跟耳瓜 就是說你就震動進來的時候 它可以傳導過去 然後再產生著迫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耳神經在那邊抓到訊號 它就可以告訴大腦說 我這個地方被咬得很厲害 咬得越大力我就知道這個聲音越大 那不同頻率它咬不同地方 高音低音它不一樣 所以一般我們在問耳鳴 你的聲音是一個聲音的 它是一直在那邊的 還是說那個聲音是亂七八糟 有時候高音有時候低音 這個都不一樣 它代表裡面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更細的再下去看 這個管你如果我們把它切下來 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西方醫學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他們把那個結構看得清清楚楚 那當然要感謝這個顯微鏡的發明 中國古代也沒對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能從現象來觀察 但是在西方這個科學工具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管子都是長這個樣子 不管你是三半錐管或者是廳的部分 那個管子都是這樣 它有上下兩個大的管道 它在水一邊流一邊流出來這樣子 那中間很簡單這個是神經 那它真的接受其實什麼 它不是一個麥克風 它是靠這些最後的細胞 你曾經最後接到一個細胞 怎麼樣細胞呢 長的小小鮮毛的細胞 就像你的鼻毛這樣子 我頭髮弄一下 你有感覺一下這樣子 所以當這個震動很大的時候 這塊裡面一個小小的一塊薄膜 它會咬得很厲害 那這些毛就被拉扯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感到那個震動 所以這個神經送這個震動的續航進去 我們就有聽覺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聽力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跟觸覺很類似的東西 它事實上是vibration這樣子 它最後detect到的東西這樣 那這個水當然很重要 它負責傳導這個聲波進去 讓它可以在這邊有這個表現 這樣子 那所以一般如果說聽不到了 有幾個原因 原因大概很多了 第一個就是說外耳東西塞住 第二個中耳的部分 耳朵的這個骨頭的傳導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內耳 這個其實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不是說這個毛斷掉 就是在你長期在你大聲的音樂時候 有時候這個震動搖得夠厲害 真的是會把它弄 就是說造成比較長期性的破壞 這樣子 那個是很危險的事情 但是我在林床上看到最多 清等配合或耳鳴的問題 不在這個結構上 只像在裡面的水這樣子 為什麼在那個水上面 那個在我看來 人體老化的第一步 從多水開始 你水不夠的話 這裡面的Androlin 它會變得很濃稠 那這個東西 你像說一個 你拿糖水 你用熱水去把糖倒下去 因為很喜歡甜 你就加很多糖 你用很熱的水 其實都可以融化 但是你放涼或放酒 水分開始蒸發掉 那個糖會結晶出來這樣子 這個 在所有的這個 溶質都會有這個問題 你放棄一下 濃度夠高 它那個鹽巴會結回來這樣子 或溫度當中它就結回來 所以當你喝的水不太夠 去補充這個水分的時候 裡面的蛋白質 一些小小的礦物 它會結晶出來 就變一個小顆粒 那這個小顆粒可能就 小小的一顆 它就可能 可能黏在這個器官上面 結果你的身體就覺得 這個地方有刺激來 造成耳鳴 如果是在聽的地方 它就造成耳鳴這樣子 它卡在什麼 哪一個 就是說那個耳光的哪一段 你就有那個頻率的耳鳴會跑出來 那你如果說 再不喝水 那個越結越多的話 哇 那個會越來越巧 到最後你正常聲音會聽不到 或者是它如果結的地方 是在這個三半規管 結在這裡會耳鳴 看你哪個地方 壓到 它就有一個聲音進去 如果那個時候 跑到這裡來的話 你就會暈眩 為什麼會暈眩 就是說你的大腦 告訴你的大腦說 我現在一直在這樣轉 就是說我一直在這樣轉 因為它可能壓到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個水 就一直有一個訊號送過去 它這個耳朵覺得這樣在轉 這個耳朵說 沒有 這邊沒有在轉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會暈眩 我們有三個 三個 三個主要的機構 告訴我們 你的頭在哪裡 這個頭是追蹤它的器官 一個是我們的視力 我們眼睛看 看到的東西 我們知道我們在哪裡 第二個是 我現在有沒有在動 這個是靠耳朵 這個耳朵 這個器官 告訴你 它現在有沒有在做Motion 這樣 那第三個是 我們身體的肌肉骨盒的感覺 睡覺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指揮手在那邊 眼睛閉起來 你知道我指揮手放在後面 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這個Somatic Sanctuary 就是說 我們的肌肉的感覺 它送到大腦 那我們大腦會把這三個資訊 整合在一起 告訴你 最後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現在躲在什麼位置上面 所以如果說 我的眼睛看的東西沒有在動 可是我耳朵一直在動 它會confuse 它會覺得很難過 我不知道現在在幹嘛這樣子 所以就造成暈眩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一般為什麼說 有人坐車會暈眩 但是說 你看遠的地方 就比較不會暈 你看鏡頭 在車上看那個小小的字 一下就會暈 因為你的頭一直在 眼睛一直在動這樣子 它一直在震動這樣子 那 耳朵不好的狀況 也很容易暈眩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說 治療耳朵暈眩 最好的方法 一定要喝足夠的水分 讓它這個裡面 有足夠的水分 可以去工作 然後把那些 已經潔淨出來的小石頭 把它融化掉 這樣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其實很簡單 這樣子 那否則的話就是說 會造成一種叫 梅尼爾斯症這樣子 梅尼爾斯症是一個 就是說 常習的耳靈 暈眩這樣子 這是造成的問題 它的原因就在這裡 這樣子 當然就是一都說 這個沒解 然後藥廠說 我沒有藥可以治 所以你去看 這個 譬如說聽力的門診 如果被診斷沒一定的時間 你會發現說 他們一個藥失故 也可以這樣 但是沒有一個藥 可以真的解決 因為 可以解決的藥不用錢 我們回家喝水就有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 要保持聽力 最重要的是水 這樣子 是說第一個藥會不會 這樣 這樣 你說那個 有機會融化掉 對 它是這樣 所以這不是說 我現在去喝三杯水 等一下我就可以聽得很清楚 你就可以要長時間了 它慢慢的訓練 慢慢的融化掉 然後 所以大概 水 聽力 腎臟 這個 三個關係在這裡 那腎臟事實上 在中醫講腎臟 他講的不全然是 製造尿密的腎臟 事實上講的是 連腎上腺裡都上去 所以他跟你的那個精 有關 腎為精常靠 這個精 這個精 狹義的定義是精子 比如說女生的身子 這個荷爾蒙這樣 那廣義的講 事實上講的就是這些 所有性相關的荷爾蒙 在西醫上面 其實是腎上 腎臟的上面有一個叫腎上腺 他們需要同樣的血液的功力 腎上腺製造我們 如果身體需要的荷爾蒙 包括說你的 我們叫Aldosterone 是一個把鈉留在身體的荷爾蒙 現在很少人在注意這個問題 大部分人注意的是 Cortisol 就是我們的類固醇 身體我們會自己製造類固醇出來 所以就是說 當你遇到很緊張的狀況之下 腎上腺要趕快分泌類固醇出來 這樣你才可以應付這些狀況 這股唇一旦出來 他就會把你的身體的血液 往肌肉送 然後往眼睛 把瞳孔打開 然後把氣管打開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在遠古的時代 我們人類演化的進程之中 這些壓力事件通常 不是去追猛獸 要不然就是被猛獸追 要逃命 所以他必須要把這些能量送到這個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管說 我們這個肚子 還有一口飯還沒消化掉 先逃命要緊 所以先把這個血啦 什麼先往這邊送這樣子 然後行有餘力之後 這個這樣的荷爾蒙 腎上腺同時又做什麼 所有的女性荷爾蒙 譬如說磁性激素 就extrogen 黃體激素 它的磁殖都是腎上腺做出來 男生的高固酮 男生的重見雄風 要固腎這樣子 這樣子 這是他的道理 這些荷爾蒙事實上 都是腎上腺做出來 那他最原始的原料 是膽固醇 這些都是固醇類的荷爾蒙 這樣 他必須要透過一個很好的腎臟的功能 他才能製造出來 這樣子 所以中醫來講 他們就觀察到這樣的東西 那你如果缺的話 你就很容易恐懼 你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這樣子 他也沒有辦法出去犯 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都分在一起 那請問 平時要如何 地方把腎照顧得到 把腎照顧得到 好 所以這個 接到我今天 要讓大家 合一帶回去的information 所有東西都可以忘記 我們還喝水 這樣子 喝水 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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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醫師,可不可以提醒一下你足夠的水的定義是什麼,還有就是每個人的定義 我想要怎麼喝,喝什麼水,我想最重要的是這個,老王不要乖 好,沒問題,其實我有一點小心眼,我想說一個一個來,至少可以來講五次 當然沒問題,我很樂意為大家鼓勤這樣子,我們以前的情勢就是大家一起來討論什麼,大家興趣 後來我想說,我們一個一個來講,我們今天就focus把這個講完,這樣子 那這樣大家有一個主題,就是很清楚會叫做什麼保養,這樣子 我們身體70%是水分,大概很多人也聽過,但是就是說這些水分放在哪裡 就是說你水分不夠,大概也沒辦法活得很好,這樣子 它怎麼分配,那為什麼我說老化的第一個,中醫講的老化也是從腎開始 就是說開始生虧,然後就是說,從你聽力不好,開始沒辦法生小孩開始 這就是老化來講,對男生女生來講,都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保護好腎很重要,這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來講 那那個,第一個我們在臨床上看到老化現象,是從大腦裡面開始的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叫做口渴中毒,在我們大腦有一塊 負責感覺我們吃到什麼東西啦,水分的平衡 那這個地方,它這個地方大概在40歲左右就已經開始老化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口渴中毒它的工作是幹嘛 它就是說,它一直在分析你那個血液,流過來血液裡面水分跟鹽分的比例好不好 好,那如果不睡的話,它就給你口渴的訊號叫你要去喝水,這樣子 但是這個,這個在40歲開始就已經有下水了 那五、六十歲幾乎就是沒有過 所以就是說,好好的年紀,你就回想一下你在20歲、30歲的時候 一天喝多少水,這樣子 那現在如果說,你到那種八、九十歲的話 很多人一天你給他一杯水,他都覺得,喔,好多喝不下去,這樣子 因為他不覺得渴,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身體會缺水,是因為這個sensor壞掉了,這樣子 所以他沒有提醒你要喝水 所以,你不喝水之後,身體其他的問題就開始跑出來,這樣子 第一個問題在哪裡呢? 好,這個我請這邊請,劉醫師幫你找出來 這是人的脊椎,脊椎骨 身體要提示得很漂亮 從對面看這樣,然後,直接溜棍 這個,我們這樣空白空空的這樣 那個,這個後面,這個前面 所以後面有一個突出來,這樣子 這個不是骨子,因為正常的骨頭就有一塊這樣 我們自己摸就可以摸到,這樣子 好,那側面 那在骨頭跟什麼,這個脊椎之間 有一個叫椎間盤的結構 每一塊骨頭之間,它有一個cushion 這個叫椎間盤,IVC 它在脊椎跟脊椎中間的一個小盤子 這塊盤子在你年輕的時候,它事實上是有血管送進去 它長大,那個小baby這麼小,它長到這麼大 它不可能一塊盤子,用那個小小的墊到一杯子 所以它是一圈一圈的長大 就是每年,有點像年輪 但是它長得去比年輪快很多,這樣子 它是有點像軟骨的組織 很有彈性 你如果說,你去切那個豬的骨頭 那個豬的大排骨,那個背脊 你可以找到這一塊 中間都有一塊的東西 那在所有的脊椎動物上面 這一類的哺乳類都是這樣子的動物 就是一塊,然後中間電影的,中間電影的 所以其他動物不是這麼重要 所以對人類,猴子,這一塊最重要 這是我們可以站起來的一個局面的原因,這樣子 那個,為什麼呢? 它的,它這樣一圈一圈長大的 就是說,骨頭也是在長 但是骨頭之間,這個是軟的 那我們有血液供應的時候 它長一圈一圈的長大 所以那時候很有彈性 水水的,像海綿這樣子 很有彈性的一個,像橡膠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你看那個 你的孫子啦 整天跳繩啊 高的那樣跳,蹦蹦蹦蹦蹦跳 他沒有事情,馬上就再跑上去 也不會跟你說,我痛啊,沒關係 但是我們這樣子跳 我自己跳 可能跳五十下都不行了 大腦開始dun了 是這樣子,我們這樣一塊一塊累積上去 每一塊都有一個酷尋的作用 所以說我們跳得很瘦 這個有些彈力啦 它在彎折的時候 它吸收掉一些震動波 但是主要震動波 都是靠追尖盤吸收掉 所以我們的大腦躺在上面的時候 它很穩 它沒有一個很大的shock 直接撞進去 它是有一點點波動 但是不是那種 這樣這樣子進去這樣子 靠的就是這個追尖盤這樣子 就是說把這個震動吸收掉 那追尖盤另外一個功能 很重要的就是說 它要把這個 這誰是抓 這個你側面看 你把頭切開 它就這樣子 扎實地在裡面這樣子 那這個空間它走什麼? 它走神經 如果把它拖開的話 神經從大腦一路下來 它從兩邊蹲出去 就走在這個追尖盤裡面的空間 這個地方 這個管道的陷器 然後從旁邊就是動再噴出去 噴到你的內這樣 那跟喝水為什麼有關係呢? 我們一般到20歲左右 大概就不會再長大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慢慢這個血管就退化掉 它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你大概在青少年 然後18、20歲 長成怎麼樣 那個形狀就大概就固定了 就是說之後你也沒看到 你除了變胖之外 但沒有什麼太大的發生 那這個追尖盤 基本上就固定這個形狀在這裡面 這樣子 那它的養算供應靠水 靠旁邊的樹脂滲透給它 這樣子 這個水就慢慢滲進去 它就沒有一個水管再進去了 所以從那個年紀 大概就是說 一輩子最高就是那個時間 這樣子 那個 因為它沒有再長大了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 喝水的習慣不好 或是你開始搓水的話 骨頭骨頭不放掉 它不是這麼容易就垮掉 但是這個就先垮掉 它水分不夠你就撐不住 它就像海綿一樣 你等一下吸水它會碰 就是說膨脹變大塊 那乾掉之後它慢慢變變 這個是我們講的老豆Q 你大概五六十歲開始 身高好像就越來越下去 會短個大概兩三公分 實際上就是這個東西在配畫 這樣子 就是說它每一個只要掉一點點 加一點點 這樣自己的下來 就有這樣的高度 所以身體血分夠不夠 看你的身高就知道 這樣子 對 那個 那一般人講 像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很放鬆嘛 這樣子 放鬆的時候 它這個東西很容易吸水進去 沒有問題 但是等我們站起來 它開始重量壓下去 所以一般來講 你在睡前的時候 身高最低 這樣子 然後在睡前 身高又高一點 這個是正常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 一般動物對這一塊 並不是很care 它不太會受傷 但是人類 因為我們所有的重量 都是快快跌上去 這個就很重要了 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看你水夠不夠 除了聽力之外 你的身高 然後你對這個運動的耐受性 很多人說 我鼓勵很多運動 他就說 我會抖 一開始就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都乾掉了 乾掉之後 這個 大腦沒辦法承受這麼多的重量 這樣子 所以我一般也不會說 我覺得你這個年紀 一天要跑30分鐘 我就叫你去跑 其實這樣 會害到你這樣子 就說 如果這一塊不夠健康的話 你去跑其實都會受傷 什麼樣的受傷呢 它是一圈一身的結構 這樣子 它如果結構脆弱 它修復的不是很好 它會破掉 或是往後突 這個才是一般人抱怨 骨刺身的原因 事實上是椎尖盤活出 它不是骨頭長刺 這樣 這個是神經出來 它分到身體不同的部位 這個如果它往後突的時候 壓到神經 壓到L5 這個神經它分布的地方 你就會覺得滿滿刺刺的 很多做骨神經痛 事實上是這個來的 這樣子 它並不是說 你以後長一個刺去刺你的神經 讓你痛 事實上是椎尖盤活出 它因為它不健康 它營養拿得不夠 或者是你水分喝得不夠 它有時候從側面去壓作 就是說 就是它分布了一個 這個我們可以稍微同一下 這個在醫學上是很有名的 發現的 叫Dermacone 就是說 這個後面 這個T Sorate 就是胸椎 第幾節 分出來神經 它跑到哪裡 所以你看胸椎第四節 也是從這個地方出來 它管到這裡 它神經往下走 腰椎出來 神經都跑到腿上面 所以你自己看一看 平常哪個地方特別容易痠痛 或是說這塊肌肉比較沒有力 事實上問題要從這一節脊椎開始去找起 這樣子 就是說 是不是你水分的不夠 照成這邊垮掉 那為什麼常常都是從下半身開始痛 譬如說酸麻沒有力 或從這裡 它不從手開始 手當然也有機會 但是腳最多 因為我們身體一節一節這樣 放上去 沈重最多的一定是最底下這一節脊椎 這樣子 所以一般 常看到的坐骨神經痛 L4 L5 這個地方 就是說 腳就麻掉 神經是K 沒有辦法動 你要躺躺躺好久到這個地方打開 它對神經的壓迫 拿掉之後 你才有辦法再拿到控制權 就是說它壓到痛神經你就不會痛 如果壓到你的動作神經 你就失去控制 因為它這個大腦就要動 結果那個信號被卡住 東西被壓住 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 也是治療 也是保養 就是說 平常一個好的喝水習慣 把最近盤打開 你可以長一點點身高回來 照相好看一點點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遠離這些痛苦這樣子 所以不用那邊煩惱 另外的話 就是說 這些神經不只跑到你的肌肉骨 它也跑到皮脂也跑到內臟 所以就是說 開始就是說 喔 胃功能不好啦 吸收就變差 肝功能不好 解毒不好 其實都跟這個有關係 這個 最後它 因為它另外一個神經 就是我們叫 交感腹交感神經 它也是從這個系統送出來 這樣子 所以各個五臟六腹 其實跟這個都沒有關係 對 所以為什麼在中醫的這個 針灸上面 其實兩條經絡系統跟水有關係而已 就是說 我們有十二道經絡系統 加上任渡二脈 這樣子 跟水有關係的 第一個是聖經 聖經 很多人知道這叫 永泉穴 這是我們從地裡面 把這個陰的氣帶上來 這個很重要的 從地裡把這個氣收上來 永泉穴 上來之後 那陰的經絡系統 走身體的裡面 對不對 這句話是重要以後的 就是說 如果你不懂針灸 或者是你要想要開始了解 中醫的經絡系統 其實是有幾個原則 不是說你每個點都要廢起來 中醫分陰跟陽 這樣子 所以 就是說 手上面有三個陰三個陽 腳也有三個陰三個陽 這樣子 所以說 剛好平衡就是 對應十二個時程 這樣子 每一個時間都有一套經絡系統可以走 然後加上任渡二脈 走整天 這樣子 那 那個 聖經單是腳的陰 但是它是陰的經絡系統的話 它都從底下往上走 所以 中醫的解剖學它的 它的正確知識是這樣子 就是這一面這樣子 所以 只要是聖經 這個是陰的經 它從底下往上走 那 像那個 手太陰背經 它也是陰經 這樣子 所以它也是從下面往上走 這個是 中醫解剖學長這樣 西醫解剖學長這樣 西醫是把手放下來 就是說 我們這叫標準解剖位置 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 你用上下來看的話 西醫這個就會compute 就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個是 就是從上面走下去 你叫它陰的經絡系統 裡面中醫是這樣講的 這樣子 所以 一般你看這個是標準的中醫 我們的老師 就是 它一定是這樣 一直走一定會這樣 然後讓你可以走來正確 好 這個比較正確 這樣子 所以 然後 所以 基本的 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 陰的經絡系統走身體的前面 一直到 這個 大概到脖子附近 再上去就沒有了 上面都是陽的系統 陽的系統走後面 這樣子 一路下來都是陽 然後 內 裡面是陰 腳的內側 軸內側是陰 所以我看到白的這一面 腳長裡面白的 這個都是陰的經絡系統 都是從下往上 外側 陽 就黑的這一面 從上面往下 你想要曬太陽那一面是陽 這樣子 所以變黑這樣子 背也都是陽 這樣子 那 聖經 或者跟水相關的 這個 聖經那裡梗 它是聖的陰的經絡系統 把能量從永絕穴往上帶 帶到這個肩胛土這個地方 它就送到內臟去了 這樣子 它的陽從哪裡開始 從精明 眼睛這個上面 這叫膀胱肌 膀胱肌在我們整個背上都是 這個看到的黑線都是膀胱肌 它很重要 它是 它是我們的衛生下水道系統 好 前面拿到的這個 拿到的氣 不管好的壞的 到最後 那個髒的水 髒的氣都往後面丟 從膀胱下去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針灸 針 鞠 打罐 刮沙 它的手法都在這個上面 這樣子 你一個下水道系統如果毒素的話 那個肺的氣出不去 身體就會生病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一個病人 你就不知道怎麼辦之後 就幫它拍拍背 把它順一順 這樣子 多少有幫助 至少你幫它把水口掃乾淨 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要 我要花些時間 在講這 它的方向 像我們剛才打 配肌拳 然後你做運動 然後把它斷緊 這些 你會發現它很多運動 事實上都在順這個氣 它把這個經過系統 不只是 你旋轉 然後伸展把它打開 它有時候 它有些像 佛西奧布拉這樣子 它都在順這個氣 你會發現它事實上是 帶著你的氣質在走 所以你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的話 你就不用去背那個套路 就是說 基本它的目的 就是為了讓你要把這個氣 往對的方向走 所以如果你做一個動作 是這樣子 你會很不舒服 但是這樣子你會舒服 就是說 這個是陰的氣 陰的經過系統在這一面 一定是從內往外送出去 因為它是這樣子走上去的 但是底下就不是 它是這樣子上來 這樣子下去 所以就是說 你不管你打什麼氣功 這個很重要 就是一定是順著你的氣 循行的方向來走 那這個 每一次我們再講下一個 那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再考試一下 請大家提示一下 因為對我來講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 不見得一定要去 去跟什麼名師打什麼拳 你自己洗澡都是一個運動 這樣子 就是說洗澡沖澡的時候 這裡拍一拍 然後外面沖 然後拍出去 這邊拍進來 這樣子 其實 那點的話是這樣子出去 這樣子 那冰的話是在裡面 像水 像水這樣子 每天早上可以這樣做 其實台灣有一些很大的老闆 像王永慶比較特別 他去學撞牆弓這樣子 撞得很辛苦 但是其他這個也是大老闆 他們就是這樣子養生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你洗澡的時候 促進循環 循環最好的時候 你帶著對的方向 把東西吸順一順 那就不需要再去針灸 然後去跟人家刮傷 自己每天可以做 就是保養 把這個氣蒙通過 所以 再講一次 羊的氣 從上面往下 背後 外面 都是羊 從上往下 裡面 陰 從下往上 內側 皮膚白的這一面 都在前面 一直到嘴巴 這樣子 對 所以不管怎麼運動 有這個意念 在帶 你那個運動會是 事半功倍 這樣子 再來講這個 骨頭 這樣子 骨頭 他除了在聽講骨頭 你會發現很多 很多骨頭的問題 跟 跟腎臟很有關係 就是說 除了這個 身體的溝通之外 再來就是說 你把這個 我們講講 骨質疏中症 這樣子 骨質疏中症 我們一般在看身體的時候 我們會做無密度檢查 知道你有沒有無密度出送 這樣子 看兩個地方 就是說 你去躺那個X光機 做那個 我們比較建議這種 另外一個是在腳踝 你泡到一個水桶裡面 他去用震波的放 那個比較不準 比較準的是 要躺在大機器的那一角 就是說 他會看幾個 他就是說你看的報告 他有L 這個是脊椎骨椎 最後面的幾節 從L1 L2 3 4 5 就五個腰椎 他會在這上面 取幾個樣去看 這個叫中軸骨頭 就是說 我們身體沉重的骨頭 中心 那這個是 沉醉中症 不然他是最後一節脊椎 就是說 除了這個尾椎 尾椎之外 他其實是沉醉重的 所以 這一塊我們可以看 你中軸骨頭 有健康的程度 好 然後另外一塊 他是看這個 大腿的骨骨 這個地方 他會看NAC 跟這個地方 這個是大腿的骨頭 身體最長的骨頭 他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概135度 腳上切進來 然後就撐在你的骨頭上面 撐上來之後 才把這個支撐力送到上半身 所以我們一般做骨蜜動物檢查 他有兩個數字給你 至少有兩個 第一個是告訴你中軸骨頭 它的密度好不好 第二個是這個 就是用KFAREL 就是說 你身體的四肢的骨頭 好不好 因為 這也是沉重最大的骨頭 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身體的重量 最後都是落在左邊 右邊這兩個 所以他 一般你去做檢查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reference 他的比較只是看你同年齡 同樣種族 就是說 類似的生活的條件之下 你的骨頭的密度 跟你的朋友比 好還是不好 這樣子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哇 你是在平均值 一個標準差 2.5個標準差 就是說差多少 就是說台灣前陣在選舉 整天做民調 他會告訴你說 哇信用區間是多大 就是看那個標準差 就是說 你有可能的範圍就是在這裡 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說 你在你的朋友裡面 20個朋友裡面 是排最後一名 那你就是股質疏鬆 這樣子 那如果是排最後五名 那叫股質流失這樣子 那當然都不好啦 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 因為股頭比較鬆 它爬 它有可能會斷掉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說 兩個數值 我們就知道說 你需要哪樣子的運動 或方法去補充 但是在 對嗎 大部分其實來講 吃一個 吃一顆藥丸就可以 好 這個叫Fosamax 叫你說 可能一個月吃一次 或一個月 一個月可能 兩次三次都有可能 因為這個藥丸 是大概目前唯一找到一個 可以讓股頭密度 就是說 在做檢驗的時候 看到股密度增高的一個藥 這樣子 那問題是吃的副作用很大 他吃的很多人會吐 這樣子 所以那個醫生就會告訴說 比如說 如果這個是你 這個月最重要的那一天 要吃那顆藥丸的時候 叫你一起來不要喝水 先把那個藥送下去 就喝一點點水 把那個藥噴下去就好 然後接下來兩個小時 不要吃東西 這樣 因為他對消化道的刺激很大 那現在有新的技型是打針的 就是說他還買一條小小的針 記在裡面 他每天釋放一點出來 他就不會刺激到你的消化道 但是 2011年 一個美國醫生最新人的雜誌 叫JAMA 他們發表 這是美國醫學會的會派 他們發表一篇文章 甚至差點把藥場 就是我看動到了這樣子 他們的結論是 當你長期接受這種藥物的治療 那 就是說五年十年下來之後 他增加了 我們叫Atypical 就是說非典型的Fracture 非典型的骨折的機會 你比不治療還要慘 這樣子 就是說什麼叫非典型 非典型骨折 一般骨折我們都希望在這裡 就是說因為這是最重的骨折 結果後來他發現他斷在這個地方 就大腿骨就是斷掉了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當然藥場嚇死了 怎麼可以發生這種事情 我賣這麼重要的醫藥 到現在還在賣嘛 就這麼嚴重 那當然他們馬上就發表上這個 Position paper 這樣子 導證師聽 就說這沒有的事 那個取樣的那個單位太小了 這樣 有沒有事實上是有的問題 我可以見證 我一個朋友的媽媽 他長期就出這個 那後來他這個骨頭碎掉 對 是碎掉 他發生機會在一千分之一 對 他就是說 不是每個人都有 所以說你現在在吃 不要回去罵你的洗衣說 都沒有在看這個報導 或說都沒有update 好現在已經五年過 那你說了這個 是光是吃的藥 還是光是打的這個藥 還是光是打的這個藥 打的也是一樣 因為同樣的class 它的作用是一樣 後來我就去研究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對 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藥的作用 它很有趣 我們的骨頭每天在用 每天都在換 這樣子 就是說 台語講那種 怕得太多用 你看打拳接 那邊滾好棒 都特別大顆 這樣子 它不是說 它的基因 就是說規定它要長這麼大顆 你每天去打沙包 過兩年 你的拳頭也會變大顆 這樣子 你不用的地方 身體就覺得說 不需要我 不要花能量去處理 他就不做了 這樣子 你用的地方 它會做得多一點 那這個藥在吃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骨頭 骨頭的中間 就是說 我們如果像你去買雞骨頭 雞骨頭 都是一樣 你把它剁開來 外面很硬 那裡面它很硬 中間是空的 中間是 骨髓 然後再來是它的 它的結構來講 它是那種 像 像海綿一樣的 它空的 它不是一塊硬硬的石頭在那邊 然後找一塊切開的地方 像這樣子 外面叫致密布 是最硬的地方 所以你看啊 裴修修修修整塊都是這樣 很完整 裡面都是洞 這樣子 這個藥它做什麼事情 它把裡面的東西 搬出來外面放 這樣子 它往外面放 這樣子 所以它放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會跟貨很快 所以你再去做蠕密度檢查 每個都進步 但是後來都骨折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 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是說 它讓你檢驗變漂亮 那這樣對醫生來就交代了 我跟妳這個藥 我是神力量 然後他把妳檢驗進步 我當然不能叫妳說 每天去撞看看 跟他說撞到不能破這樣子 那個沒有意思 那以中醫的立場 有什麼方式 以中醫的立場 中醫其實沒有很多補骨頭的藥 這樣子 這個為什麼 其實跟腎有關係 這個東西 也花了好多時間才接出來 我們發現一個人的骨頭密度 你如果看那個報告 他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大概是 25歲到30歲左右 這樣子 他會給你幾條線 這個是平均值 你的朋友在哪裡 那你現在在哪裡 他就會打一個叉 這個只是 你是腹植流失 然後到這裡就是腹植出送 這樣子 這邊是密度 那這邊是年紀 所以你要跟你自己年紀 那你會發現 都是在二十幾歲 三十歲 是最高 那是我們全身最硬的時候 脾氣也最硬 然後那個不會最硬 慢慢我們就圓滑了 這樣子 是這樣子 這個時候是剛好 我們這個腎上腺分泌 痕膜最多的時候 我們要製造 我們下一代 這個精藥 多到可以逼出來 去長一個新的小孩 出來了這樣子 好 其實怎麼看到的 就是說 我們發現那個 尤其是女性荷爾蒙 所以就是說 另外一個option 就是除了吃那個 Photamax肥藥之外 另外一個補骨頭的方法 就是女性荷爾蒙 當你有足夠女性荷爾蒙之後 骨頭的累積會很快 這個是唯一你可以把 蓋從外面放到骨頭的時間 這樣子 過了之後大家都在 都在花你的定存 這樣子 就是說不可能再存進去了 那只是說 你發的速度快 或是賣 這樣子 如果說 你吃的東西 鈣質不夠 那 或者是說 你曬太陽不夠 那個維他命D不是很好的話 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維他命D 它幫我們鈣質的吸收 有幫助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聖誕不小心 有時候會把鈣丟掉 你有維他命D 的話 還把它拉回來 就會丟那麼快 這樣子 所以這個 在沒有在 太陽曬得不夠的地方 骨質疏中 也會比較難 這樣子 這個是另外一個要保養 那另外一個 沒救啦 這個就是說 過了這個年紀 塞不回去了 這樣子 就是說 只能缺缺的用 就是說 大家就是說 該補充鈣質還是要補充 不是說 不夠就不補充 事實上是 你如果身體缺鈣 它就從骨頭去搬出來用 這樣子 你要避免它去花你的財產 這樣子 就是說每天再賺一點點 這樣子 它不會流失的太快 所以可能今年你在這裡 再過幾年 你如果有來上我的課 可能你就留在這裡 這樣子 但是要做 所以說 該有的 那我一般建議的 最好的鈣質來源 是深綠色液 採配 這樣子 我說你大骨頭也好 對不是牛奶 對我們的年紀來講 連我都不能喝 這樣子 就是說 那牛奶對我們的骨鈣質的累積 其實在這個年紀是沒有什麼樣的 在你在這個年紀以前 三十歲以前 也喝了很多時候 你給骨鈣質 然後身體還在用 它可以覺得很快 沒有錯 所以小孩子可以喝 這樣 只要它不過敏 我們都很努力用 但是 豆漿 豆漿的其實含量不是這麼多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一般我們喜歡 深綠色葉菜 它只要花很多時間在地上漲 對植物來講 鈣質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它們要的是 土裡面的鎂 它們要做葉綠素 那個顏色 綠色是 是鎂的來源 這樣子 植物它種的地方 或是它不需要 它不把鎂吸收起來的話 它就不會是綠的 這樣子 但是為了它要 它要光合作 那個葉綠素 它要一個美在裡面 所以 鎂跟鈣在土裡面 基本上是 很像的東西 它會不小心把它吸收進去 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你在吃這種 就是說 特別是 我給你種很久的菜 然後月綠的菜 它裡面 鈣質的含量越豐富 而且是很容易 被身體吸收的 這樣子 大部分你吃維他命 如果你沒有特別去買 它放的是 碳酸鈣或氧化鈣 那個跟你吃 粉餅跟吃石頭 是一樣的意思 基本上你拿很大 這樣子 但是 就是說植物 什麼是最好的呢 就是說你要買什麼樣的 最好的鈣 要檸檬酸鈣 這樣子 檸檬酸鈣 檸檬酸鈣 這樣子 可以寫給大家 對 這個是檸檸檬酸鈣 對 這個是檸檬酸鈣 因為它就是說 那個植物 為了要把那個鎂拉上去 它在根的地方 必須要把那個石頭裡面這些東西 break down 對 所以植物已經幫你消化了 它已經變成你生物可以直接用 墨 這樣子 所以它的吸收 而且它不會干擾到其他鈣性的代謝 對 所以 最明顯的例子 你缺鈣或缺美 就是說 晚上睡覺之後 那個腳前後再抽筋 小腿後面再抽筋 這只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你缺鈣美 一個是循環不好 這樣子 就是說肌肉的放鬆它需要蓋質 所以你運動的多的人 事實上也要補充多一點能蓋 它每次肌肉收縮的時候 它消耗掉我們的熱量 這樣子 但是它放鬆的時候 要把蓋質回去 對 所以我們在肌肉的組織裡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那個肌肉細胞有關 很大一個水池是專門裝蓋質在裡面 就像用那個mine plate 它有很大的水池把蓋倒來 所以你做快速的運動 它不用靠血液送給它 它直接用 但是用完之後 你就看你推啊 那個腳就拉住 就走開開開開 這樣子 一直到你飲食到足夠蓋 或者說它充滿了很多 又去搬出來用 把它塗上去 那個肌肉才會比較放鬆 對 所以就是說 任何時候 你們要去做yout work 或是做比較長時間劇烈的 然後體力的活動的時候 要多吃深綠色的夜餐 這樣 那這個就很好吸收 黃醫師 如果像我一輩子 我不吃維他命的人 那我從平時的飲食這樣夠嗎 可以 沒有問題 對 是吃可以的 就是說 維他命是這幾十年才比較流行 有你在固定補充 所以說過去幾百年 大家有沒有聽到說 走一走路 腳就回家去了 這樣子 就是說 可見是沒有問題 跟吃肉其實也不是很有關係 但是你吃太多肉 他身體產生很多酸的代謝物 尤其是磷酸 這個 他是把那個骨頭 融掉的第一號的工程 那在美國吃很多 在那個可口可的英年是這樣子 這個 汽水裡面他放很多磷酸 這個磷酸鈣是 就是說 你身體搶不回來的 它跟磷酸結合之後 那鈣子就被尿進去 它拉不回來 這樣子 所以你喝汽水喝得多的人 那這個是為什麼 上個年紀喝很多牛奶 反而會出事 在全世界補質素狀 在美國 在俄蘭 在尼西蘭 這樣子 剛好就是 他又吃最多牛奶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前一陣子有一本書 叫 《China Study》 好多病人就拿來跟我討論 拿那個作者也送完幾分 我們現在瞭解個咖啡 他就一直在灌牛奶 因為中國人不太喝牛奶 結果他們做的study 發現 喝牛奶的酥 有些健康上的問題 當然那本書有些偏見 不是完全正確 但是在這個部分是對的 就是說因為 你吃過多的蛋白質的時候 或者是這種 磷酸 你在買罐頭的食物裡面 常常會看到 就是說 它放在裡面的是保存劑 它不是防止劑 它是保存劑 它保存神癌 保持那個PH值很穩定 這樣子 我以前在台大 我們是做 我是做病毒研究的 這樣子 所以所有東西要維持得很精準 那個小小病毒研癌的 那磷酸是我們最常用的 我們叫buffer system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 如果空氣多一點二氧化碳 燒一點二氧化碳 它不會因為碳酸溶解的狀況 造成PH值很重的變化 你買的所有的罐頭都是這樣子 因為它放在價值上這麼準 會放在什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 所以它要放一個東西 讓它PH值可以保持那個能力 所以你今天買回來的罐頭打開 比如說像番茄它是紅色 它不會變成黑黑的這樣子 那如果它不放的話 打開是各種顏色都有 這樣子 對 所以一般你罐頭失誤喝得多 汽水喝得多的 固執書 黃醫師對那個Pluria的看法怎麼樣 Pluria 打針的 打針的 對 那個就是 對 那個就是一樣 它的作用是一樣的 就是說藥裡做的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說 因為這個 那個是 Alodendron 就是一般Posamex的藥 這樣子 之前2011年的藥 對 它是一樣 對 它是其實是一樣的 要領作用的東西 所以 但是就是說 我們一般沒有很強的證據 不敢去打藥 可能我們都被燒得很散 對 所以就是說 不是不能用 我們來講講說 到底我們現在要真的怎麼去預防 不止疏鬆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 要讓大家先控制的訊息 就是說 我們剛才提到說 骨頭 我們身體的時候 你越用 它會 它會長得越小 這樣子 骨頭就是這樣子 骨頭就是說 它每天 有一個叫破骨細胞 Osticlase 它把不要的骨頭拆掉 然後去 有一個叫Osticlase 它拿了蓋再去骨 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地方一直打 打久了之後 它這個骨頭越長越厚 這樣子 那 如果不用的地方 它就萎縮掉 所以慢慢它就走掉 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說 一千分之一的積位 這些人會拿到Osticlase的骨頭 它斷掉這個地方去 就是說 它這個人平常是不運動的 所以說 這些人一開始會拿到骨質書中 本來就是運動量是比較少的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它這骨頭不需要用 不需要用 它就怕它不用長這麼多在裡面 所以它就鬆掉了 這樣子 所以真的要解決問題 事實上 你要刺激讓你身體知道說 喔 這個地方要多長一點骨頭 這樣子 所以你哪邊不想斷 每天去練那一塊地方 那一般來講 我建議怎麼樣的運動 或者說怎麼樣的保養方法 對這骨頭最有保障 這樣子 就是說 像他之前在練八段琴 太極拳 這個我都覺得很棒這樣子 好像原吉武 他結合太極拳 還有一點點跳舞 那當然是最好的 就是說 骨頭是 它要長 要長骨頭的時候 它需要一個訊號 什麼樣的訊號呢 就是說 有震動 有震動 你派它一下這樣子 它就被咬到 那我就知道 這個地方要補一點點 這個有壓力會進來 所以 所以王永慶去練撞牆嘛 這樣 不用這麼辛苦 你每天這樣小跑步一下 就是說 快走也可以 讓身體有一些這樣的刺激 這樣的震動就夠了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就是說 你吃的東西 對 不要讓骨質流失 然後就是說 拿到對的鈣質 有一些些維他命D 曬曬太陽 這樣子 你剛剛提到那個熬骨頭湯 欸 喔 熬骨頭湯 好 那個配方很簡單 大概一般去那種 有些好一點店 他們說 那個怎麼大骨要熬幾天啊 好 事實上現在 尤其是美國 它那個電爐很方便 你小小的火 你放大骨頭在裡面 一滴醋就好了 不要酸 就一滴醋 它在裡面 就一直把那個骨頭 一直融化一滴頭 那就一滴醋 它在裡面就運化 就一直在有 對 放一滴醋就好 對 一點點醋 因為醋會融化很紅 對 對 沒問題 對 所以就是說 你放一滴醋 然後給它一點點溫度 比如說 你要小滾也可以 或者說 快要滾的樣子 這樣的溫度 它加速它的反應 所以這樣的話 你快兩三小時 那整鍋湯會變白白的 就是說 那個骨頭 裡面還是很多磷酸感 它就會分散出來 這樣子 那你用這個湯 再去煮其他的東西就可以 這樣子 那個骨頭是不是要敲碎 不一定 對 你敲 你就是說 這是化學反應 對 你反應的面積越大 它反應越快 這樣子 所以你敲一下 有個洞 但是你外面有個洞 其實裡面都是洞的 這樣子 它就可以閃進去 以專家的觀念來看 牛還是豬比較好一點 還是豬 這個我們沒有做研究 但是 中國的觀念 那個豬是在這邊 對 對 豬 豬 還有一種肉 骨型上面是這樣子 就是說 豬肉是進到 進到這個腎的 這樣子 對 那到底什麼觀念 我現在還在研究 就是說 它到底是 你想到荷爾蒙咧 還是說 它的骨頭對我們人的骨肉 還是因為是很好養 所以大家一起來 可以吃一點 那有人講說 不是黑色的骨 對 顏色是這裡 對 但是這個 我在想說 就是說 以前 你講 因為我故意不寫啦 就是這樣 就是五味啦 五穀啦 這個什麼進什麼這樣 因為那個是 中國人在 一兩千年去的觀察研究 會解下來的結果 像我一個老師 他現在就很 很執著這個事情 他說 蘋果紅色的 所以我是熟火 不能吃這個東西 我說不對 可是咬開之後 你又是黃的 他怎麼算 對不對 因為中國古代沒有蘋果 我根本不知道那個研究 從哪裡來的 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覺得營養還是均衡啦 這樣子 當然就是說 你特別喜歡吃不過米 多吃沒有關係 這樣子 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是覺得天然的東西都很好 這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說 用顏色來分黑白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但是 事實上是有一些東西 我事實上有做一點點研究 但是就來發現 太混亂 這樣子 就是說 他有什麼 避免啊 無傷啊 這些東西 比如說 你吃的東西 他對你這個東西 他有很多交叉的關係 如果我們沒有機會 一般是 給專門的東西 升學者 那個 weight lifting有沒有用 weight lifting 效果沒有很好 對 但是就是說 他要一點點 impact 他要的是一點點的震動 這樣子 但是 為什麼我建議呢 因為 就是說 造成骨頭斷掉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只有骨質疏鬆 而已 它事實上是跌倒 如果它不跌倒 它骨質再鬆 它也不會脆 這樣 所以關鍵是要預防 因為我們要預防的是 頭斷掉 就是說 那個檢驗 只是讓醫院轉成而已 或者說 醫生可以恐嚇你 如果你要小心 要吃一個藥 其實 對你的生活 很危險 真的你會不會跌倒 重心 那你再打開 你的券 他一直在叫你 那個重心放低 怎麼移動 那你在有時候不小心 欸 確實 為什麼這個這種跌倒很容易發生 水喝不夠 你最好下 你壓到你的廳門 你的感覺會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 這個 人剛才就是說 這隻腳要伸出去 要把我倒下去 結果那個神經 沒有把這個訊號送過去 欸 那你就站不住了 這樣 第一個 你平常要做好運動 練習 就像台鋼琴 開始練很辛苦 每個宴要看看看 談到最後 你不用看 他都可以自己看 這個我們叫做 這個叫動作反應的記憶 平常有在練 他很快 這樣 但如果不練 他就沒有 所以保持一個很好的運動 比如說 太極啊 瑜伽啊 身體放低 保持健康 然後 多喝水 我們現在講最重 我可以再借 大概五分鐘 我們就把這個倫巴這樣 就是說 這個要專心心 請大家先注意一下 怎麼喝水 如果說 現在大概 一天有喝八杯水以上的舉手 OK 那三杯水的 你的杯子是說 沒有多大的飲料 不是那個米桶 米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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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般的馬可 兩百四十 兩百四十 包括食物裡面的水 所以這個大概是兩杯水 一天要至少喝四瓶這個 如果你起床 要睡覺 就不要做運動 就躺在那裡 只有呼吸 這怎麼算的呢 就是說 我們的水分的流失 大部分事實上 透過皮膚表面震散掉的 尿掉的時候 當然是有的 就是說 再多它就尿出去 但是你光呼吸 它那個水蒸氣 就一直在跑掉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一般你在年輕的時候 二十歲 你要喝這麼多水 才能維持這個系統整體 你到了八十歲 六十歲 基本上你身高沒有變化太多 就是體表的面積沒有太多 呼吸的次數也沒有減少 話可能講更多了 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沒有理由說 你到了八十歲 六十歲 結果你不喝 不喝那個時候的水分 那當然會出事情 身體就跟你要回來 就是說 腎就虧 然後筋就不見了 這樣子 是要慢慢喝還是 對 慢慢喝 所以先聽我講 所以這個地方更重要 是這樣子 如果你現在只有一杯水 你不要下個禮拜 就喝到八杯水 這樣我一定會被告 對 因為身體什麼東西 都是平衡的狀況 它沒有辦法一下 接受這麼大的作息的概念 就是在 常常在我們在教 就是說尤其像營養學 常常會遇到問題 那個吃素的就是說 吃素很健康 一定要大家吃素 然後隔天他就放下毒刀 然後馬上就乘坐了這樣子 對 那其實不對 因為我們身體 它隨時都在因應環境變化 你夏天去抽血 冬天去抽血 它就會不一樣 這樣子 很多指數 膽固醇冬天會變高 夏天會降低 這樣子 所以有些一頓就是說 冬天賣你膽固醇 夏天付錢說 你好不好進步 繼續吃下去 其實這個是本來就是生理學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說 中醫的這種 跟大自然的循環很重要 它不是一部車子 就是說 隨時都是一樣的狀況可以啟動 其實沒有 實際上 我們身體一直在應付肯定的變化 它做荷爾蒙的調整 喝水也是一樣 如果你現在只有一杯水 當然你的大腦一定是退化掉 它這樣不會告訴你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身體很多的器官 很多的酵素 它是為一杯水準備的 如果你現在給它喝八杯水下去 一下子就稀釋這麼多 很多胖物質會流失得很快 你馬上就抽筋 然後心臟可能會提價 這個是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不鼓勵就是說 你馬上就這樣子 就說一下子改變 那你本來吃荷的 然後你突然轉吃素 也是一樣的問題 你身體沒有足夠的消化的酵素 去把食物裡面的營養提出來 或者是你吃素 突然要吃很多肉 身體一定都不舒服 它需要時間去準備 所以就是說最簡單的方法 你這樣子看 一般來講每兩個星期 你增加你現在有的量的一半 所以如果你看是一天兩杯水 那你到提燈籠的時候 你就喝到三杯水 這樣就可以了 慢慢的增加 讓身體可以慢慢的適應 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很重要 本來還要再講一下膀胱 就是說講那個頻尿的問題 頻尿事實上是水喝的不夠的問題 這樣那有機會 我們下次跟大家交代 因為這個我想告訴大家怎麼喝水 喝什麼樣的水 會比怎麼樣去煙鳥重要多了 那個什麼樣的水咧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希望水乾淨就好了 就是說有些賣這個電解水機的人 就跟你講 喔這個水綠得太乾淨 你很多礦物質會拿不到 這樣我前陣子還會跟營養師吵這個事情 他說你都喝這樣濾過的水 那你該提啊 很多微量的礦物質都吸收不到 以現在我們這邊治癌水的標準 你就算把一年的水都喝下去 他拿到礦物質 你咬一口窩窩 已經超過他的量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沒有什麼好爭辯 就是說 你可以很簡單的從其他食物 去取得這些礦物質這樣子 那水裡有礦物質 有你想要 也有你不想要的啦 有鉛啦 有孽啦 這樣子 那那個 所以一般來講 我是覺得你的水 可以過濾得越乾淨越好 這樣子 那最簡單你去買像 Brita啦 Pure啦這些 很簡單的淋水器 他已經把大概水裡面 大部分的雜質都可以拿 大概就是一箱 那最主要我們要拿到是一個濾 這樣 這是自來水標準裡面一定要有的東西 就是說它的水管送到你家的時候 裡面還要有一個我們叫魚濾 剩下的濾 就是剩下的濾還要在水裡面 這表示這個水送到你家的時候 它還有能力去抑制那個E.coli的生長 就是說一般你的自來水 事實上還是有細菌 但是我們選的是E.coli 就是說大腸桿菌 那如果看看家裡的水龍頭 或是說那個馬桶 你把蓋子打開 常常激水的地方都會有紅紅的一層 那個不是礦木質的累積 那個是一個叫Threatus 是一個像紅色的細菌 因為那個細菌那個濾殺不掉 所以在自來水管都會有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要把它殺掉 那個水會變毒水 你也會喝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允許的 所以永遠都是用大腸桿菌做指標 所以這個水送到你的手上的時候 必須還有一點點的濾 表示它還有足夠的殺菌能力 但是如果這個水流經過很多老舊的水管 很久沒洗的水塔 因為這個地方細菌很多 它可能就消耗完了 所以你倒出來水 哇很甜美 都沒有綠的味道 其實不見得是好事 就是說那個魚綠在裡面 那魚綠的話 基本上你喝下去 有一部分會被身體吸收 但是它吸收率不是太高 所以不用很擔心 但是反而另外一個途徑 大家說那要把煮開水 煮 把那個綠趕走 你在煮的時候 會聞到紅刺鼻的味道 那個綠真的是會跑出來 但是我們還發現 在這個地方會有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綠的吸收透過肺 它吸收率很高這樣子 但反而你把它劃在水裡用喝的 它吸收率沒有這麼大這樣子 所以反而你在家裡煮水 如果你窗戶不打開 你會拿到更多這個綠的傷害 它直接就讓你咳嗽啦 然後你肺 像說感冒不容易跑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怎麼辦呢 就是說你煮也不行 不煮也不行 就把它過濾掉 就是有一個活性碳的 就是說不管它什麼方法 大概都會有一個活性碳在裡面 就可以把這些有機的溶質吸收掉 那重金屬的部分 目前可以綠得最好的方法 是叫RO 就是reversive osmosis 這叫逆滲透 那個裝起來比較麻煩 其實這裡都可以買到Sears 然後Castro 那Doors 然後Home Depot這樣子 他們都有在賣這個System 大概兩三百塊錢 那問題是 這個是一個 它一定有一個大水缸 就是說一個Tank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做水的速度很慢 它就是一滴一的做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 一定是放在廚房 因為它在做的時候 它是浪費五滴水 做一滴乾淨的水出來這樣子 所以它一定有一個出水管這樣子 那這個出水的管子 當然就是礦物質很豐富的水管 然後就是說 它不要東西往裡面丟掉這樣子 所以是稍微有一點浪費水 但是不是太嚴重 一定會喝多少水 對 但是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在實驗室用的標準就是這個 就是說那個水是不倒電的這樣子 就是說你濾到很趕緊 水就不會倒電 就是說那個真的電線下去 它傳導能力很強 電阻值非常大 這個是我們檢驗的方法 就是說 看這個水過濾的好不好 就是說 如果我把裡面架子都挖掉 但RO大概是目前最棒的系統 但是 這個當然是幾乎百分之百是去掉的 那一般的GRETA 然後那個Pure那個System 它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六到九十八 這樣子 也不錯了 就是說 因為你不透過濾心去濾的話 你是用你的腎臟在過濾很多的水 那其實很辛苦這樣子 你可以把百分之九十八十掉 你就比人家多五十倍的面積 這樣子 那個效率就好很多這樣子 對 所以大概就是說 喝水的方法 就是說 慢慢的增加 分散著喝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選對的水 不用去買很貴的濾水器 那個電解水機 當然我們不是 不想去妨害人家做生理 但是就是說 對身體的好處 其實不是因為你喝它的水 是因為你喝的那些水 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喝水量 如果有倒那些的話 他們所講的所有功能 其實你都可以拿得到 並不見得要拿那些很貴的機器 這樣子 對 只要乾淨就好 這樣子 對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茶跟咖啡算不算水 不算 我以前都會這樣子 我以前都會這樣子 呃 打哏一下 看你咖啡泡都濃啊 茶泡都濃 我現在發現大家才會作弊 這樣子 我現在說不算 水就是水 這樣子 就是說 你茶如果泡得很淡 你那個重量才一直沖 沒有關係 這樣子 到最後就是說 因為我們喝水 就是說 我們要補充的是細胞裡的水分 這樣子 就是說那個水 你必須 它的濃度要比細胞要低很多 它才進得去嘛 如果說 它那個 你喝一個濃湯這樣子 好了 你喝完會口渴的 那個細胞水會被它拉出去 因為我們身體會一直去平衡人家 這樣子 所以當你喝 喝這個濃度比較高的 其實就比細胞高一點點 就是說 濃度比身體低是這樣 你手泡進去之後 手會起皺 像你泡澡 泡久的手會皺皺的 這種是對的水 這樣子 那如果你泡下去 手沒有變皺的 那個就不是了 就是說 反而是你的那個 那個水跑出去了 就是說 你在浪費水給這些 你喝下去的東西 所以火汁啊 大部分的 碳酸飲料都不行 因為它 它放了太多糖 你喝了之後 你會想睡覺 所以一般它要再放咖啡因下去 好 讓你精神可以回來 那咖啡因是泌尿劑 這樣子 就是泌尿的話 你身體排水會排得更快 這樣子 我真的不反對喝咖啡 我其實很喜歡喝咖啡 然後咖啡有 它其實是賭腎的東西 這樣子 就是說任何東西可以增加 你排尿都是賭腎的 這樣子 所以最簡單 你喝很多熱量的水 然後喝咖啡也是 它讓腎 這個 這個是 很有趣 我看到一個西方人寫的書 甚至一個很念家的器官 就是說 我們這麼多器官 或這些保鑣 甚至很念家 很想家 它不喜歡改變 這樣子 所以當你緊張 或是你出去旅行 特別想尿尿 這樣 你就覺得說 我平常在家一天尿三泡 可是我出去旅行 就是我看到廁所 就一定要去 就是這樣 它在想家 只有它在發揮它的功能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很舒服 就是說可以了 這樣子 因為這個時候 人的排便排尿 然後事實上 都是很隱私的事情 它心裡需要一些些慰藉 所以這是為什麼 就是說 你去旅行的時候 喝一些咖啡會蠻舒服的 它應該是這個方學 但是記得把水分進去 所以就是說 最後 你一定要喝到多少水 就是說 一天 咖啡大概是基本的 但是你如果喝很淡的茶 很清的湯 這個大概可以酸一些些進去 然後吃水果 吃蔬菜 其實它沒有補充水分 因為它跟我們一樣是細胞 你只是1比1的這樣子給它 就是說至少不缺 但是並沒有補充到你的水分 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說 你每15分鐘的運動 就是說小小的Jugging這樣的運動 運動前喝一杯 然後每15分鐘再加一杯 所以你如果一天Jugging 30分鐘 你要再加兩杯水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喜歡喝咖啡的話 每一杯咖啡都要再加一杯 所以你會把你整天都在喝水 這應該是理想的目標 連我都做不到 否則的話 我可能就像 活到像個四水的樣子 但是就是說 你不要離這個太遠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保持身體 大部分的防水這樣子 多了幾杯這裡 簡單裡面的水 也是大概就是兩個小時 不能就說一次大概兩杯 或者是 對 分散 身體在一起 就是 做任何事情 都是 越漂亮 越強 我們看到這個 黃醫生跟我們講了兩個多多頭了 一口水都沒有喝 現在 我們讓他喝點水好不好 你們有信心 他請他回來了 請到徐發的桌上 拿個小紙條 把你們想要知道的事情寫給我 我可以跟那個 黃師母聯絡再請 黃醫師再回來 他也知道我們有什麼樣的話題要講 他今天就是先問我們 我們也沒有辦法說公佈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回饋 既然今年的第一次他來 我想他將來有空的時間 他的診所 他的診所離我們那邊不遠 假如說有人要需要的話 他那邊也在明天 應該可以跟他探討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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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